嗨 大家好 欢迎收视频 现在先是3月19号 差不多4点4点的时间吧 今天晚上非常迟 因为刚才一直在看外汇市场嘛 最近外汇呀 这个很多趋势啊 非常明显 非常的明显嘛 就是说那种那种盘面 那种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嘛 这几天欧元跟新西兰 这两个货币嘛 这样很厉害 欧元涨了很多 然后美元也有一些涨幅嘛 我等下来忙跟大家看一看我在观察什么东西吧 我就非常有意思 算有意思 等下来看看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外汇的盘面 ok 好 现在这个视频讲一下 大盘石油黄金大盘目前隔夜的情况 看看18号 18号几个有涨的股票吗 我现在此刻是19号凌晨嘛 那是我们看一看18号有几个表现非常好的股票 像沃尔马就表现得非常好嘛 还有几个股票 像UPS 还有Cisco 这几个股票 为什么说去看这几个股票 因为 在目前这种时间段 当就是很多人市场都已经很绝望的时候嘛 很多 不是很绝望 就是很多人都开始大量 把股 手上的股票卖出去的时候嘛 有些股票反而会涨 这个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 是不是 这些就是未来 最坚挺的股票嘛 就是 当这次的 当这次这种疫情发生 很多股票一直价都一直还在价嘛 但是有一些股票 反而就开始现在已经开始有点 不怎么价了嘛 所以说我个人理解就是说 等于说他现在等于说表现是超过大盘很多了嘛 这这 开始显现出来嘛 我就可以关注一下嘛 我们来就能看得出来 到底哪一些股票 市场是还是挺中意的 说下 AVGO BAC 跟Retual Rate 呃 我我我我为什么说加个Retual Rate嘛 因为 就像上个问题 我上个视频有 有 有个问题是问到 关于 呃等下 是关于 SPG跟 S2 这几个股票嘛 那么现在呀 有个特殊的时间点嘛 比如说像 HPG嘛 呃 这个公司 这是好像基本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 地产商吧 他已经宣布啊 他已经宣布啊 暂时关掉 All US Property 是吧 哦 所有呢 All US Property 所以今天他股票价的22% 22% 至少一直到 他这里是一直到3月29号 呃 in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啊 OK我既然说了一半我就直接回答这问题吧 一般来说我是先讲大盘 我就直接说吧 像这种情况下问题出来啊 就是在于 现在的疫情啊 没有任何的好转嘛 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纽约好像也增加了一千 一千多例好像是吧 每月 纽约现在很多了 好 现在美国好像 我刚才好像四四五千了吧 我也忘记了 没没太多注意吗 因为每天都在变得很快吗 所以说我们 很明显会估计应该在下周之内 呃 可能这周吧 现在是星期 十九号 我估计不用几天下周之内应该能够突破一万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很 那么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啊 他嘴上是说 公司是说 二十九号 Until March 29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是很难想象二十九号能够全正常开业 我是很难想象的 二十九号肯定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呢 很明显 哦 他说说HPG s made a decision after discussion of th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我相信我个人认为也是 呃 政府嘛 跟他有他商量过 要他 要他把这个店马上关掉 嘛 我想 HPG心里也是很不愿意的 我个人我这是我个人猜的嘛 你看他这是made decision after discussion with th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 那么现在二十九号如果说到时候这公司又说我们没办法开业 我们要暂时延迟到四月十二十九号 那我们可以想象再延一个月那么到时候HPG会不会再降 再降一次呢 嗯 这个等于说这个现在HPG就像跟 跟Delta跟American Airlines JetBlue这些公司一样的情况就整个几乎是已经停满了 甚至甚至比那个Delta还夸比航空公司 不好意思他甚至比航空公司还夸张 航空公司在也几乎快要全部停的吧 呃 业务已经少了估计把七八十百分七八十八九十都有可能 而现在HPG啊是完全关门 我们想象一下他的现金流资金量而且他这些公司都有有 都有借钱嘛都有银行借很多钱 然后不断的去 我们平时拿就是我们买这些公司啊其实就是为了拿股息 股息的话他就叫Cashflow嘛 FFO嘛 Free Cashflow 然后去付去付这个股息但问题是在于 他现在全部停止营业 那么他的股息能够坚持多久呢表面上看上看上去很好 百分之十几十七左右的股息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能不能坚持多久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所以说我觉得他在股息啊 如果说长时间一两个月的话 我估计他这个股息要停止的 这个可以说他史上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包括08年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嘛 都没有这样子嘛 我来看看啊 我就我就直接先回答这问题嘛 再说大胖 OK 配合力求这根本比不重要 因为这些公司不是靠配合 它是靠FFO嘛 Free Cash Flow Operation Free Osmos 好像是 它是FFO吧 我不决定了什么 Free什么东西 From Operation 这个嘛 实际的股息现在 不止啊 对对对 实际的股息 我们看一下到2008年的时候啊 08年09年的时候金融 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股息也有曾经降过 我看一下当时是 9毛 9 8毛多 一直在之前 一直涨 一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嘛 出来 蹦 降到只剩下6毛了 就降了大概是30%左右吧 30几吧 30是吧 然后来开始涨了 是 就 我看一下 就降了 一年半左右 又回复正常了 但是这一次啊 但是它之前的shopping mall 全美国还是照样 基本上很多都是开的嘛 但是这次是完全关门的 而且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3月29号不可能 很难想象 可能要 不一定期 好几个月我估计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 如果说没有政府 救的话 有可能破产 也有可能的 也有这种可能性 就像航空公司吧 这个政府都需要帮忙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现在 现阶段去买啊 我觉得 我觉得 等一等吧 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 如果说我真的想要 假设我想要买这公司的话 我会 我会不会去买 我会不会马上买的 我 我宁愿价格 如果说 等到疫情好了之后嘛 我宁愿在 八十几块 一百块买 我也不要再 就是说在目前 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我就是说 等到疫情好了 已经就是说 比如说连续 好几天 疫情得到控制 就是说 新增人数正在下降 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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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考虑要不要买 就是整个 就是看到一个 一个转折点嘛 再 再考虑要不要买 现在现阶段 我觉得太危险了 我觉得你 如果是去探底的话 它还有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 2008 09年的时候 当时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但是HPG 曾经跌到多少呢 你看从最高分的 一百多 一百零几嘛 一百 左右吧 降到只有 只有多少 我看一下 只有 二十三左右嘛 是不是 二十三左右 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的话 如果说疫情 能够好几个 如果说三四个月的话 我估计 二十多没有问题 甚至还有可能更低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等一等吧 当然还有可能反弹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估计什么时候能反弹 也许明天就反弹 因为现在 现在大盘 正在反弹当中嘛 虽然说是这样的 1.19% 但是实际上是 有一点点小反弹 比刚才最低点 有点反弹 好 给总结一下 我个人认为 现阶段不是 最好的时间段 或者说 我觉得胆子大的人 可能会 可能分成三次进吧 四次进吧 这里买一点 然后过了一个月再买 过了一个月再买 再过一个再买 分成四个月 三个月买 这样的话也OK吧 我觉得 不过这个要非常小心 现在这个公司很危险 但因为它全部都关门了 好 至于问到 欧跟那个SPG 确实是如此的 有个保守的方法 就是两个都买吧 反弹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 它这个股市降下 一定反弹 就是最猛的 这不一定 这不一定 你像那个 麦克微软的公司 谷歌公司 它涨了有些 价格已经很高了 但是照样涨得非常快 像沃尔玛的 这些都是涨得非常快的 虽然说 它没有什么这样 但是它还是涨得很快的 这并不一定 我知道我之前有讲过 有的时候 他们有的公司 如果同样一种 类型的公司 它的涨幅可能会 超过另外一个 如果相似的公司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欧 欧跟SPG 还是有点不一样 欧的话 它还不是很多shopping mall 欧的那个公司 还有一些是 是更杂的 我觉得这个是HPG 它是几乎主要 绝大多数都是 shopping mall 欧还不是完全 欧比如说 有那个Walgreen 是吧 有那些药店 CVS 欧那个叫什么 Realty Realty那个 Income 那个公司 包括CVS 而是这些店 在目前 还是在疫情期间 还是继续开着 甚至 这个Realty Income 那个公司 手上也有沃尔马的 就 它沃尔马 有些地 那个店 那个房东 是欧的 那个 就是Realty Income 的公司 而这个SPG 我印象中 它几乎 至少我此时 可能你去查一查 但是我印象中 它是只有 主要几乎 全部都是shopping mall 几乎全部都是 shopping mall 所以说 这两者之间是有点区别的 欧那个公司会稍微更 稍微安全一些 比这个相对 这个公司 好 现在就回到 大盘 大盘现在是只降了 0.7级 那回想 我刚才看一下 现在大盘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刚刚好是在 20 就是上一次的 贸易战的时候 最低点 附近 今天有短暂的 跌下去 2280几 后来又返回来了 而现在是在2390几 ok 呃 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一条线啊 2000 这条线是 是之前19年 18年12月底的最低线 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 市场有头反弹 而这条线是 这几天的最低点 这个地方是原来 10年的防线 后来被打下 就是后来这几天 一直在这里挣扎 挣扎本来是 斜线下变成平行线 一直在这里 碰下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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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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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反弹 这个是一小时的线 那现在的价格 现在又开始上升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 有条阻力 从这里 123 今天下午 在盘后的 今天 4点在这里收场 但是呢 现在后来盘后 6点到了7点 8点 回到这个 8点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 又降下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价格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马上又要 又要接受 又要接受 这个市场的考验 这道 这道 主力的考验嘛 现在暂时是在这个地方 挣扎 现在已经要突破这点 现在准备向这个地方进发 明天我估计 这一两个小时 就会碰到了 那至于明天 能不能够维持得住 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在想什么 就是 今天纽约市长 有跟 州长说 希望可以考虑 分层嘛 就是lock down 至于他怎么个分法 我也不知道 怎么多言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有点像宵禁那样子嘛 shelter in place 那么现在 目前为止 我了解情况是 州长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 纽约市长的这个请求嘛 这个请求 暂时是没有 就是 类似 分层那种动作 我感觉 按照目前这种 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会发生 很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说 我个人感觉 现在 整个市场 所有的坏消息 都还没有完全 百分百的出来吗 什么坏消息 比如说 比如说出现那种 全国 national knockdown 今天有个叫 是什么 有个叫 阿美 有个人 他是说建议 全国 全国向 全国分层 那个太宽 那个很 有个人叫什么 叫Bill阿美 好像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Bill阿美 在CNBC反弹的时候 目前后来 白宫 有个 目前的发言 有个反应 是说 暂时是不考虑 全国性的 lockdown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有 OK好 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 我们毕竟每天都在增加 现在一天都 都能增加 1000以上的 都是以 千为单位的 我是不是很乐观的 我觉得 这种 目前这种市场的打法 就是 这里 比如说 坐下反弹 坐下或者 特别是期权好一点 现在镇谷很难 镇谷不好做 现在 因为震战很激烈 比如期权 比较好一点 像这种 这种做 这是第一次反弹 第二次反弹 明天的话 我估计 我最差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见到 这个地方 是2388这附近 87这附近 然后看看能不能维持住 可能会有所反弹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呢 有可能会再反弹一次 然后逐渐向下 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继续往下走 但是 现在 现在就是说 政府 除了刚刚通过了 这个 刚才 我们的 参议员刚刚通过一个法案 但是呢 还有一个法案 根本的一个法案 还没通过 也就是 好像是说 500表演 是给 直接给钱 给 给大家 给American 给人民 给大众 但是这个法案还没通过 如果通过的话 我也很好奇 他政府准备 怎么给钱 给大众 什么标准 怎么个给法 什么样的人 有资格拿 我也很好奇 但是好像是说 500 5000亿美元 好像 OK 我们看着吧 所以说现在法案 并没有完全 现在 在国会里面 还有一些法案 还在紧张 紧罗密布的 在讨论当中吗 还没结束 还有很多 好几个刺激的 法案 正在 救助的法案 正在进行当中 OK 好 就这样子 我们看明天 会不会到这里 这里 我觉得还有可能 会下降 我们看这般 基本来说 等信号 等到他 价格到了这里 地方 然后看看 按照Candle State 能不能够 又就是 大家知道Candle State 能不能够下降的 那种 不管是拼吧 或者说是 Shooting Star 向下走的 这种形态出现 所以我们明天开始 反正现在最紧张 就是在这范围 这个范围 这里有没有 这里再降 这里如果再降 这样的话 我再看 可能要到 是2130 这附近 感觉 2130 左右 2100 也 2730 左右 这里还在 也是个比较大的防线 还有就是 这里可能继续往下走 说感觉是 2100 这里可能有点防线 好 现在就大盘情况 现在看看石油 石油涨了13% 这个没办法 这个 这没办法看 现在等于说是 无底洞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防线了 这个这里就是 哦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看看能不能够突破这这两个点是关键点吗突破这两个点这两个方向啊就这样子的好啊反正能突破哪点就做哪边吧下个是环境 黄金 前几天哦 看一下现在黄金有点向下的趋势 上一个视频的时候是在18号的两几点左右 现在看来它是往下走啊现在看来它是往下走了现在趋势是这样向下走啊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这里好像是一个有个小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渠道 总体的趋势向下正在朝向这个1400 要是那要是六级的地方 哇太乱了 哇太乱了 这样子 yes 好 下一个是 还什么了 呃隔夜的情况这已经说完了 黄金说完了 哦现在新闻的话我看看CNBC里什么新闻 哦现在欧洲的股市都在涨 大家看一下欧洲股市可能明天 我感觉明天的开盘 美国大盘开盘应该是局势是不错的现在基本上 我看德国法国的还有英国这些都有涨现在 现在是ECB欧洲的央行现在有些新的刺激计划出来 好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好就不说了哦 刚才那个澳澳大利亚也是他的硬去水 好就说一下其他东西吧好现在看看18号有几个流涨的股票 我们就满看一看吧 呃我没有看sb500我只看sb100一般来说我没有去看sb100吗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是GLD吗是研发研发疫苗的公司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消息出来反正他今天股票涨了很多 我估计有可能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有可能有些新的新的一些进展吧 你看今天又涨了百分六点几的下个是Walking Walking的话我们讲你看Walking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盘面这个这个是周线图像下 刚刚好在这位置反弹非常刚刚好在这里反弹 ok 呃 Walking的话 哇最近最近表现很好啊 等于说他现在价格还高于高于2月23号 大盘狂见的那个价格吗 你大家看一下他这个价格今天狂涨涨了好多 哇最近讲的非常多 沃尔玛也涨得很很不错 沃尔玛现在达到好像史上最高点了 大家看现在之前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sport在这里 现在从100讲涨了百分之二十几的 就那么几天的时间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基本上是都是跟跟这个叫什么来着 跟零售店有关了嘛 卖吃的卖 因为现在这几个店都是关门嘛 呃在我们美国现在 CBS呢 沃尔玛呢 沃尔玛呢 这些 这些supermarket grocery都有开门 其他店基本上都很多店都关门了 啊 所以说这基本上这次疫情对他们的 公司业绩的影响啊 要么要么就是很小 要么就是反而还 业绩更好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沃尔玛很多 生意非常好现在 因为很多人都不可以在家里煮饭吃 啊不 很多餐馆酒吧都都关门了嘛 或者说只能做外卖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开始 很多人自己到 嗯 shopping supermarket里面买东西自己煮了吃嘛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这些 这些公司啊表现都挺好的最近 Fedex 啊 Fedex这个 我现在好夸张啊 洛克希德马丁还好一点点 洛克希德马丁现在是在一个 300左右是吧 300左右反弹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价格 我估计有些人杀进去了 这也是一个从1912 2014年到现在一个房线 也是七八年的房线 Cisco Cisco也是九年十九年的房线吗 现在已经连续反弹了 呃 又反弹了几天了 就在这里非常的坚挺吗 34块这里非常坚挺 这个是基本上十年九年的房线 Cisco这公司我感觉 我感觉Cisco啊 这是疫情对他们公司影响不是很大 他是做他所做的东西吧 Cisco嘛做新做做什么router芯片的东西 还有5G的东西吗 UPS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坚挺 最近这段时间了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什么价 一直停断在这里 停断在这里吗 3M3M是做口罩防护的之类东西吗 最近也是 呃也没降多少吗 相对其他公司来说吗 3M 亚马逊我就不说 亚马逊大家就知道 我觉得这个公司很有前途吗 虽然说没有股息 但是他公司成长很快吗 也是在这一道房线 1680这附近非常的坚挺 是非常的坚挺 这地方一直没降 一直在这里挣扎 大家看一下一直在这里挣扎 已经很多次了 下个是Oracle 哇Oracle 也是这个公司其实对疫情影响不大 他是做一些做一些好像软件的吧 啊影响也不是很大 呃基本上没什么这样的 现在 这次引擎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Oracle啊 从191年 你看从这里 整个趋势啊 非常的稳定 整个盘面 非常漂亮这种 做长线很不错的 但是其实我对他做什么东西不是很了解 啊 我知道是跟软件有关的东西 但是不能了解 他的我自己他的股息也很高好像 反正大家到这里面看一下吧 有时候我我像我做长线的话 肯定百分百都会到 Dividend大卡里面去看看 OK股息涨了八年了 八岁六月八年了 Pay out ratio 24.6967 6767 69 Dividend2.25 哇这Dividend不高啊 有点低 看看他 哇大家看一下 他股息涨了很快 也OK也不错 下一个是Pfizer 医药股 感觉不错 你看大家这样 从2015年到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价格降到2015年这个地方的价格吗 好非常的稳定这里 这连续几天的 你看大盘一直在这样 但是就是这个很好 如果你看大盘一直狂见 而这几个公司呢 你看都是这种定在这里 这说明说明什么 说明我理解就是说可能很多买家杀进来了 他们就不抛弃了吗 就是没有再继续抛股票了 已经定下来的吗 就没有什么卖家了 反而是有些买家不断的杀进来 这都是很好的现象 N11是Energy 哇 OK Costco 大家都知道Costco最近生意非常的好 非常的非常的火爆 最近Costco Verizon 这也是个很稳定的公司 主要是吃股息吧 这个公司很稳定 对 股息很好 也很高 也涨了很多年了 这个公司基本上对疫情也是没有什么影响 很小很小的 他的生意 Caterpillar 好 这下面我就不说了 CVS今天也没什么这样 还好 CVS基本上大家看一下五十几块已经定型了 基本上在这里已经不不见了 五十几块一直在这定型呢 这里的Sport非常好 1906月份的Sport 非常非常的我坚挺这里 好就差不多吧 就是大家自己就是有兴趣你可以看一看这些股票吗 就是最近的里面啊 他们反而有涨了股票或者几乎没什么这样的股票吗 然后你再做一下技术分析用周线或者月线 来判断一般来说这些公司就是 对于这次疫情的免疫力都是很强这些公司 下个数点 好回答一下问题吗 AVGO BAC 刚才Retio我已经回答过了吗 现在回答一下BAC跟AVGO AVGO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股息啊Payout ratio是27.7 现在股息达到6.9%了 但是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 我其实我还没有做很多研究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这些BAC Distribute Distribute a unsustainability high 180% 185%的他的profit as a dividend to shareholder last year 但是他这里有些 他只用了48%的free cashflow去付股息 这次我就不了解 你一边profit他的股息 就是怎么搞了profit跟那个free cashflow区别这么大 因为我不是研究会计的吗 所以说可能如果你有做会计的人 可能知道比较清楚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这边只用了48%的cashflow 而这边的profit反而是 就是cashflow怎么会超过他的profit呢 我印象中以为是说cashflow应该是低于profit profit应该是比cashflow高才对 但是他这里写free cashflow 反而比profit高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怎么算的 但是如果单纯 但是他这个文章总结结论就是说他感觉不是很放心 不是很放心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我刚才时间很紧 我没有没有做太多的研究这个股票这个公司什么情况 但是3月20号 OK 大家看现在是decoration experience day experience day decoration day experience day experience day 3月3 OK我们这个现象3月11号也就在疫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布拉卡这个公司呢宣布他付这么多股息 3月20号是experience day 所以说我感觉就已经3月多了 这个公司继续发这么高的股息 我在想 可能这个公司对自己抵抗疫情的能力很有信心 不然的话他不会 3月多了 还照样给这么高的股息 是这样子吧 所以说6.9几 哇这个不得了 这个非常可怕 那问题是关于要不要 要不要卖掉 OK 这个我就 我把这两个加财文吧 BAC也是这样子吗 BAC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银行股 因为现在银行其实流动性非常充足吗 联储局已经说了我们会 提供无限的流动性 不用去担心这问题吗 现在问题股市一直降 主要是因为对于疫情的发展 比较担心 而并不是这些这些金融公司的流动性问题吧 这个大家都应该我想应该没都同意 现在问题是疫情 现在大家不知道什么的时候能控制下来 那我是我是这样理解吧 就是我之前的我说过吧 OK 我们看一下 这里啊 这里其实啊 这个是我左边是周线的 周线的话在价格从 17年到现在这个地方吗 有没有可能继续讲也有可能 但是呢 你是在270几买的 这个地方买的 OK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这个这种这种很难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我做长线的核心目标啊 核心目标不是单纯为了这个价格本身的成长 大家应该知道我打个比方 布朗坎是 他的股息我看一下 其实我今天好像以前有讲过好几次了 那我再说一次吧 你可能有些新的观众 OK是涨了10年配奥绿球 你看很奇怪 这里是些配奥绿球56 但是他那个公司里面写了27 我也搞不清楚哪一个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比较吧 OK哇对不对 太可怕了 涨这么高了 OK好 我们看一下 2011年在这里 OK股息是涨了 大概是 是 30倍 11年 OK 在这里发股息啊 OK 我等一下 OK好 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吧 好不好 比如我打比方这里如果是1嘛 这里是1 这里是30 这是30倍的 比如说布朗坎它这个股息涨了30倍 差 从一几年 10年左右开始发股息嘛 那么 就是说你股票价格越高 那么意味着你的Dividend EU就越低 是吧 股票降了越低 降了越低 也就意味着你的Dividend EU就越高 OK 这个其实单纯可以做个视频 就要看 如果你股票降了越多 你的Dividend拿到Dividend EU就越好 是不是 股票越多就越差 理论上讲 从长线投资来说 在这个公司不会破产 能够安全的情况下 理论上讲 股票降了越多越好 甚至它降到50块100块都好 都没问题 如果说你是为了 比如说我做长线 很多其中最大一个目标 不是为了什么股票涨了什么几百块钱 我拿去卖掉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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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标是股息从这里涨起吗 我不断拿 哎 越涨越高 越涨越高 越来越来越门 也就是如果当年你拿 你比如说你拿一万美元买Broadcom 一万美元买Broadcom 一万美元买Broadcom 现在到现在 你什么都不要动 不要管他股价 涨跌多少 你一年能够拿到3000多美元 你一万美元买进去吗 因为我当时已经跟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一下 2010年的时候吧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里是 股息是多少 是差不多是 1万 是1年 是差不多1马上 0.8 0.8是吧 0.8 1年这里是差不多 0.8 是不是 也就是说 30倍左右 1万 有些人做 像我在做常见 就是纪念做到 公司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我持股票的 期限是永生吗 如果说公司 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业绩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还是成长股票 股息成长情况下 我基本上这股票 持有的时间是永生 就直到我 甚至超过我的寿命 你知道吗 除非他公司 比如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股息停顿了 或者说业绩 比如说 他的营业额不断上升 突然连续 降了几年 一年两年一年还正常 如果像 像现在这种经济情况 差的话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经济回到正常 就像我们正常 在我们发生疫情 疫情之前正常的环境下 没什么 大家世界和平 没什么问题 结果他的公司 反而连续 两年的时间 或者至少两年 业绩出现问题了 或者说有更强的竞争对手出来 这种情况下我考虑卖掉 不然的话是永远都不会卖掉了 因为我这个大的账号 投资主要就是 股息不断上升 最终的目的能够达到 就是光是股息就能够 又来生活开销 等于说是被动收入 就像是买房子 你买房子买一下 然后租给别人 然后租给别人的话 你的房价可能不断的上涨 但是你的房租的话 等于说你的房租 这是你把股息当成一个房租 你的房租在不断的上升 上升上升 不断的上升吗 就是说你在10年的时间里 你的房租增加了30倍 当然我先要声明一下 这个Brakhan这个情况是很罕见的 很少股票能够做到这种情况 我看到好几个公司 大概是过去10年 都是涨了两倍三倍很多 两倍三倍挺多的 但是涨能够涨到将近10倍左右的 这个是太夸张了 很少很少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 这里我要说一下 OK 但是涨了两三倍的有挺多的 两三倍挺多的 OK 那你问题就是要不要卖掉 我不知道你 我不想 我不想等一下说卖掉 结果明天 结果下个月就涨到270的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给你 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只能说 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现在这个阶段 我只能说其中 就是我说的这种投资理念 就是说 比如在这段时间可以买一些 这个现在是大盘是在 2018年底部的一个很大的房线 这里买一些 然后它再降下来 可能比如说 包括看接下来会降到这个房线 大概是120左右 然后这里再买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等不用再买了 然后等到疫情恢复的时候 因为疫情有可能等两个月 有可能三个月 那这段时间 它有可能继续降到七八十块 都有可能 但是呢 就是等着 不用就是 不用看 不是以价格来决定买不买 而是以疫情的 也没有好转的再买 这样子 就不断不断买进去 比如分成三 我觉得至少要分成三次以上 三次至少至少是三次 这样子 但是我还声明一下 我 我不知道这个布拉卡 会不会继续一直降下去 都有可能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但是我 我想说就是 如果说主要的目标是 长线 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线投资 那种 放个五年 十年 那种 如果是那种朝法的话 也是我 也是我的核心的操作 长线投资的理念的话 那如果 如果是抱着那种思想的话 那我就觉得可以买一些 买一些 分几次买吧 分几次买 再买一些 如果担心 很害怕的人的话 就是根本就不要买了 不要买了 一直等到股市 疫情好转 疫情好转 目前我还看不出来 现在美国还没有分成 很多人还是到处在走动 我估计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 大盘可能还会继续这样 所以说 我觉得加仓的话 可能要等一等吧 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最保守的话 我想这样说 这个问题就回到了BAC 也是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道理 这个公司 我觉得BAC不可能破产 这段时间不像2008年那个时候 这些公司现在资金流动性 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充足 只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当时这个地方 此时此刻确实是一道很强的一个防守线 还是那句话 分成四个阶段买 三个阶段 至少三次 第一次觉得自己价格低的再买 接下来的话 如果再降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等到疫情好转的时候再买进去 这段时间可以 要么就再降 降到再降个10-20%再买一次 剩下来就是等到 等到疫情好转的时候再买 我是这样子吧 就是一定要留一部分 我个人理解吗 就一定要留三成或者说一半 等到疫情好转后再买 这段时间 最多只能 就是安全的话 就是买一半左右 或者分一半分两次买 一次是25% 另外一个再来个25% 就是四分级 然后接下来就是四分级 再四分级 剩下的两个四分级 等到疫情好 疫情改善后再买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比较保守的 OK 我说一下 这个操作 操作完 我的理解 就适合那种真正的超长线的投资 真正的长线投资 不是那种价格好了 35块了 我就卖掉 就真正一项 这种超长线的投资 就是说 其实我的长线投资 主要是 看公司股息成长的情况 和公司能不能够破产 会不会破产 这是核心的关键 现在我在说一下 另外一个地方 说到OK 这里就问他就回答完了 我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到 YouTube里面 你按这个 我就挺推荐 叫Unshakable 有Tony Tony Robin 他的一个audible 那么 第一个 你这个地方是有三小时零六分 大家如果能看 如果你能看英文的话 听的听的英文还OK 就是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话 我觉得很不错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看一些中文版本的 中文 中文版的这本书 或者是audible 我不知道有没有audible 但是 比如这个是 你按进去就说 Unshakable Tony Robin 第一个视频 这里有三小时零六分 这个视频 是一个反弹 就是Tony Robin 跟一个主持人在这里聊天 也是一个podcast 在这里聊天 说一下里面到底是讲的什么 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OK 我更喜欢这种类型的 类型的这种反弹 双方交流更好一点 这三个小时 还有一个版本 是你再按下去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financial freedom Tony Robin Unshakable audible part one part one 这里 如果你按看part two的话 你只要按进去之后 这里是一个小时 你按进去之后 你按进去之后 他这个视频的右方 会出现part two part three 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part part three 因为我主要是为了 我主要是看这个 这个audible 这个反弹 三小时这个版本 你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有找到part one 跟part two 这个东西 这个是没有反弹 这个只是单纯的一个 Tony Robin 自己的一个audible 这是免费的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看 我觉得非常好 里面他有讲到 怎么用 他就讲到一些心理 心理就如何控制 如何让自己心理 平衡 特别在这种熊市的这种市场巨大波澜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要如何 他就是疏导 就是就是一本疏导人们的心理的一本书吧 差不多吧 当然也讲到很多理财的概念 呃 这个讲到吧 大家看一下 呃 呃 贝尔马克 我看一下 在大家我看这个数据啊 1900年啊 到2018年 118年的时期 你啊 总共出现了 他这个文章是 现在 Investpedia是说 33次 贝尔马克 大家 33次 平均 3.5年 发生一次啊 平均 3.3.5年 就发生一次贝尔马克 那么他的贝尔马克 怎么定义呢 就是说你要降20%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呃 这样20% 或者更多 当然25%也算 30%也算 反正就是 你至少要将20%开始 或者以上的 并且呢 要typically two months or more 而且要坚持两个月 或者以上的 OK 这两个条件呢 才能够满足他这里面的贝尔马克 总共发生几次呢 118里面 平均每3.5年发生一次 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人们都是说完蛋了 股市崩盘 很多人就这样子卖掉 卖掉卖掉 就这样子 等到股市反弹的时候啊 他就容易 他就错过了 错过了牛市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当熊市来的时候嘛 怕了 手上的钱都卖掉 结果呢 就当市场反弹的时候 他就错过了 就错过了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 嗯 就错过了 是这样子吗 呃 这也是他这本 unshakeable里面说的这个概念嘛 其实确实也是真实的情况嘛 很多人就是一担心 一害怕马上就卖掉 就所有卖掉 然后从此就再 从此就再也不到 不到股市里面了 就就放弃了嘛 这样子嘛 ok 呃 还是那句话 我说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 呃 并不是说什么呢 是说 股市不会降 还有可能还可以降 20% 40% 50%都有可能 但是呢 因为我们只是按照过去历史 一百年的一百年的时间来说的话 通常情况下就是 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例内 还没有例外 股票最终都会反弹回来嘛 每次的原因都是各种各样 都是说完蛋了 比如说以前一战二战 或者说 什么 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反正 但是我我确实说一下 最近这几天 最近这段时间的疫情啊 确实是很历内 很历内的 呃 但是我们也讲到 19180西班牙流感嘛 Spanish Spanish flu嘛 以前也是有这种类型的 类似的情况发生过 也不是说历史上从来都没有 这种类型的发生过 但是呢 最近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嘛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电子 Electronic trading嘛 所以说价格波动的特别快 以前 上百年前或几十年前 没有没有这么猛嘛 因为 没有这样的这么快嘛 但是呢 并不是说没有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 类似这种危机啊 也有出现过 呃 是这样子嘛 只是说因为现在 电子电子的操作 哇 每天的价格波动都是非常大的 10% 7% 大盘 呃 非常大嘛 是这样理解吗 呃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全世界最终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这个病毒了 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多什么手吗 什么手的问题吗 呃 好 就讲到这里吧 呃 刚才我想有好像我刚才有讲到什么来着 大家刚才想到什么东西来着 哦 有有有有 我对好像讲到外汇市场对对对 啊 最近的外汇市场真的是奥运了 这个非常门最近 呃 刚才我在一直在盯着这个 哇 很夸张 啊 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旁边啊非常的都是这种旁边 然后 然后 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个旁边非常漂亮最近啊 外汇市场 哇 非常喜欢这种旁边就是整个趋势很闷吗 就是这种 呃 呃 全都这种pattern 这个你看都是非常门最近这个pattern 嗯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哇 看看 最近这个外汇市场 我最近看到抓到这几号抓到几个 都是这种旁边整个整个这种 人去我人去拍的吗 线下的或者线上的人去拍的非常多 还有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 包括 呃 这个欧元对哇 看一下这几千 非常漂亮这种 呃 呃这个不行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这个最近奥运吗 都是款件大家看一下 整个趋势左边是日线的这个趋势啊 哇 非常漂亮这种趋势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 这里就是主力 这里是做空吗 做空做空做空吗 非常好的趋势 这是非常 呃 我最近我最近都是在关注外汇市场 啊 啊 最后再看看大盘 什么情况 好 现在大盘已经是0.05了 马上就要到这里了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看看能不能坚持得住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 升到这里了 4.44分 升到这里 主力已经达到了 现在就被降下来了 呃 五分钟的图吗 现在第二次市场 开始继续尝试突破这个地方 如果按照小事来说的话 现在呢还没有完全 其实现在市场还在尝试能不能够打破这个地方 这是你看现在这是第一次 主力已经有已经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了 现在开始尝试第二次突破 好 记得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 呃 然后这是还什么来着 对 现在说看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啊 保护自己吗 保护自己这段时间啊 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啊 下次再聊拜拜